通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周五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谢谢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今天在节目当中 也有主题的提点了 那在今天呢 想要来跟大家讨论到的 这件事情就是信心了 大家是一个对自己 对生活 对我们的社会 充满信心的人吗 像是我自己就不是 我常常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先打一个问号说 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容易成功吗 那可能在这样子一个问号之下 会对于自己的动作呢 可能也是大打折扣 但是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又说风雨生信心 到这个信心要如何而来 我们要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 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真的可以透过了信心 这件事情 信念这件事情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真美好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兼言 导师好 志荣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我自己就不是一个 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 但是我发现啊 哇很多的事情 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去做 就会更加的努力 就因为我想说 还是给自己一次的机会 但是发现 自己在全力去做之后 发现成果都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信心 好像也是透过了 每一次的努力 努力之下呢 每一次小小的成功 就建立了一点点的信心 但是有的时候 哇可能又是一个打击 就把我前面建立了 可能好几年的信心 又毁灭了 我觉得这个信心 有的时候对于这种 不太自信的人来说 真的非常的困难 那道师 我们今天提到这个 题目啊 信心啊 就让我想起啊 这个信心建立与否啊 其实还是在自己的 实际的操作 能够二话不说的 把很多事实啊 能够按部就班的做好 如果一件事情 做完 哎 达到成果 那明天又做同样的事情 那久而久之 你对于这件事情 这个信心就非常的巩固 嗯 那如果你说这个事情今天做 明天再做 这两天的结果不一样 那你第三天就怕了 不做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信心了 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做 继续的做 其实我们按照大数据来看 如果你十次里面 三次失败 这七次是成功 那也许你会认为 对这是有信心的 嗯 那如果这个弄不巧 前面三次就刚好连续失败 那你不给自己 第四次机会的时候 那你对于这个主题 你会告诉自己 呃 永远没有信心 因为已经试过了 对呀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你能够看清楚 弄明白 哦 原来如此的时候 那还是要给自己 随时各种机会 挑战自我 能够创造无限的提升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没错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 好像有的时候 信心就是算自己的 一个能量和能源啦 就是哎 在面对了这个挑战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到底可不可以 就是燃烧自己 然后呢 把事情做到最好 也无怨无悔 就算这个事情 哎 可能不如自己的理想 但是还是很有信心 很有信念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 这样子一个能量 到底如何而来啊 好像我们现在 比较常会去找 别人要这些能量 但是自己内心的能量 要如何发挥 好像有的时候 真的也不得其满而入 哎 导师 这个能量从何而来啊 我想只有自动自发 比较能够一劳永逸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天呢 我开这个freeway 不守的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快要到的时候呢 这个freeway呢 它转一下转一下 但是因为它这个路牌啊 没有写很清楚 GPS呢 它也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呢 我就错过了这个出口呢 然后到下个要出口的地方呢 它已经是接的非常复杂了 那刚好也不是很熟 所以就错上加错呢 就到了 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 然后再花了一小段时间呢 再达到这个目的地的地方呢 觉得刚刚就是没有经验了 也没有准备好 所以没想清楚呢 一错过一个路口 后面就跟着错 那等到这个 还有机会呢 再开一次的时候呢 就在想着 上一次的错误呢 这一次呢 想清楚都明白了 所以在之前呢 已经想到上一次为什么会错 那在第二次的时候呢 再开一次 这一次呢 就看到自己前面的错误呢 特别小心谨慎呢 这个克服了这个问题 那第二次呢 就如自己所愿呢 就开对路了 你会觉得说 原来如此 上一次不熟练 这一次熟练了 那又特别小心注意了 那你克服了这一次的困难 你在开这个路段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就这么回事而已 但是如果 不给自己第二次机会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那个路段好难哦 哎呀看不懂啊 弄不明白啊 你看随时都会走错 哎呀说危险也蛮危险啊 不开了 那你可能就永远 不会去踏去这一块了 那真正你能够突破了 以后再回来看 这块有这么难吗 也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心态的问题 或者是自己 有没有给自己机会的问题 以及这个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聚集起来 可以都对的各种可能性的成熟与否 所以我想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信念 自己的心来支持自己 来做对每件事情 哪怕在过程中有点点的小错误 但是给自己各个可能成长的机会与时间的累进 让自己能够提早的突破困难 找到真正正确的道路 我想真的蛮重要的 嗯没错 就像导师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 开错路到底会不会尝试第二遍呢 我自己刚刚想了一下 我可能会是后面那一个 就是走错了路呢 我就不会再去尝试 我可能会开发新的路 或者是能找更加方便 更加简单的路去走哦 其实这样子发现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经验的累积 真的很重要嘛 像是导师也常常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到了返球诸己 这个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可以来思考说 我们在这个经验当中 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那下次呢如何去避免 或者是如何走到了对的路 走到更顺遂的路 其实有的时候呢 多想一想 然后把这样子一个经验值 化为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能源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的导师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我有想到 你看每个国家的机场 它可能车水马龙 你第一次开去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哪里是停车场 要走左线右线 当然它前面有路牌 等到你看清楚的时候 可能那几的情况捏 换线已经很难了 你就必须顺着你走那条路 就走出去了 然后再绕回来 然后你知道 这个停车场是在哪里 然后走得比较顺一点 也就是几次的磨练 可能就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不给自己机会 觉得说 哎呀 那个机场很乱啊 哎呀 那个交通 哎呀 不敢想象啊 那永远就是给自己一个借口 你就没办法成长 那没有办法成长的时候 人家再讲到这个主题 你就没有信心 就说 哦 那个我不行 那个哎呀 你们都这么厉害 那我不行 所以就给自己的一个结论 已经放上了一个据点 或惊叹号 所以自己就等于阻碍自己成长的可能 那你说信心与否 每样的主题 是不是都给自己足够的 这个实验的时间 机会 各方面的开创 这跟信心 信念 自己认为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我想是息息相关 而且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不会啊 那你说 不给自己一点磨练的机会 怎么会呢 那磨练机会当中 一定不是很好过嘛 它总是有可能会错误 那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个错误 而且不卑不亢 真的就是知道这么回事啊 赶紧的 努力的成长学习突破 那我想能够走过去 那就是自己的一个收获 那能够有这样的信念的人 那这一生可能 这个困难与否比别人少一点 别人看到的困难 是他觉得自己成长的可能 的一个磨练 那我想这个因为人生观的不同 所以导致后面 这个成就的不同 所以这方面也是 令人耐人寻味啊 应该大家好好想一下 是这样子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成功经验 其实是可以更加的加值加成的 像是呢 刚才讲到 比如说走错路这个例子嘛 我就突然想到 有一次我跟我的学姐 约在日本见面 她在日本工作 那时候我们约在的这个站呢 叫做新宿站 那如果大家有去过 日本新宿的话 就会知道 哇 这个新宿站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现在当中的一个 算是交通的转运点 真的路有非常的多 出口也有非常的多 但是我那一次 也是自己一个人去 然后就成功的找到了 跟学姐约的地方 就想说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 在这一次成功的经验之后 我就发现 我开始敢做一些探险了 就是在外国的时候呢 就是如何 透过了这些好的一个指标指示 指引呢 来找到对的路 像是呢 在前几年也有一次哦 就是跟表妹一起去巴黎 但是呢 表妹她自己要在法国读书 所以我也是自己一个回来 但是我就想说哇 这个巴黎的机场哦 真的非常的可怕 又有好多个行下 我可以自己顺利的找到 这个行下 真的不会耽误到时间吗 但是我就想到了 上一次这个 在新宿的经验 我想说哇 新宿那么困难 我也达成了 我在巴黎应该也没问题 没想到呢 我也是真的 就是找到了一个目标和方向 也是就是好好的在时间内呢 到达了一个该到的地方 哇 所以我发现这种的经验 其实呢 也可以加值加成的 就透过了好的一个经验 就会让自己呢 有个学习成长的空间 也不再害怕 我觉得怕不怕 去做这样子一个决定 或者是走这样子的路 其实是在我们这样子 一个信心的建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道师 所以子龙举了这个例子 也在在证明了 能够完成一件事情之后 那个信心呢 自然而然就提升起来了 那能够顺着 这么样的信心 可能就可以成就更多的好事 那你说过程中 能不能一次就到位 那其实如果给自己一个隐性的提醒呢 一次没到位就两次嘛 两次没到位就三次 那总之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在每一次都尽情的学习成长突破 我想这样子的心态是很积极 很阳光很正面的 那么如果感受到只要每一次在努力中 最后都可以突破当时的困窘 那对于一个人的医生来讲 我想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财富 很进步的一个重点 那你说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 不管有多少的人生战役 他都可以获胜 那能不能够有这么强的心脏也好 或者是有那么大的能力也好 我想还是给自己 能够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座有名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嗯没错 要如何呢 在这样子一个成功的经验加持之下 让我们自己呢 可以往更加正确的路迈进 也让自己呢更有信心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 也要很多的经验 不断的累积和加值的啦 但是呢 当然成功的事情 我们很容易来吸取经验 对不对 但是要如何从这些 比如说不稳定 或者是动荡的时刻 来累积这样子一个经验 也是非常的重要 像是有一句话 叫做风雨生信心 我想呢 这几年的一个疫情期间 真的是也让大家觉得 很彷徨不安 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不对 但是在现在 就是疫情现在缓解之后 是不是也是风雨生信心了呢 在这样子比较摇摆动荡之后 我们要如何突破了 这样困境和困难 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有的时候也是不太简单的事情 也倒是 自从提到说风雨生信心呢 那就要看那个人 他怎么看哦 是风雨生信心呢 还是风雨被浇息 对不对 也是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人他就是 百折不挠的 这个求成长 求突破 那就真的是风雨生信心 越挫越勇 但如果一次就完全被击垮了 那就是风雨 就是浇袭了他 可能当初的热忱 那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随时还是要给自己机会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一次没有成功 你不试下一次 你就永远不会成功 那你给自己机会试下一次 那这还有50%的机会 对不对 如果下次没有成功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如果每一次在进展中 也都会去想 去看 去研究 怎么样突破 我想 有志者 施金城呢 这也就是自己的一个方向感 这个人生的定位 以及给自己的勉励 能够真正的抓住当下 然后真正就去 求得了一个可能的一个解答 那么一件一件的征服了自己当时的课题 那这就是我们把一样一样的财富 就放到了人生的一个丰富的篮子里 你说如果一件事情就不行 没信心了 两件事情也不行 没信心了 那那么多事情 如果都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输家了 那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人生不管 就算现在住在 什么样的皇宫青龙殿 那可能后面 不敌 红尘的洗礼 那终究还是 兵败如山倒 如果现在在 不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但是自己有这样的信念 一件件的累进 其实 人生很大的转变 就在眼前 那这 我想这不是一个 勉励雨而已 我想这就是一个实际 很科学的 做实验以后 就会看到的结果 所以在这边 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共勉 是 没错 在这样子一个经验之下 我们如何透过了 我们自己的经验值 可以让自己 更加的往上加成 在风雨当中 也能够生信心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 不简单的路途 但是要如何去做 这样子一个智慧的累积 还有学习成长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个歌曲 来送上的是 来自太阳兄的老师 所做此作曲的 好听歌曲 叫做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 太阳兄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怎么办呢 想奔望有天那愿梦 尽管曾经懵懂 如今解赞透 一零五落 结局终脱 我穿越时空与天相拥了 散尽的无浪过空 渊渊滴滴 结化作成床感动 云般空 情不从容 我心允许讲述原生中 像风风雨梦梦 天地暗暗总相逢 我更有我失所 若有情 总相拥 我心允许讲述原生中 参加联绎人 través参加联织 奌人之后 因 不 Batgirl 真相拥了 不管零零 隐隐点点 千双目不就映如眼脸 多少月也不照眠 花影过月也无限绵延 绵延 算数了 万人间 不写卷 悲诗篇 天灵一旦终无限 幸福美满就三双线 鲜鲜 算数了 万人间 刻画轻易过 海帆月 自然寻时间 自在人间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小龙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今天讲到信心的议题 其实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 真的是透过了很多不同的经验 还有成功的方法 做自己的加成和加值 但是有的时候 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敌人了 如果自己缺乏信心 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比较不容易成功 但是我们如果可以换个方式 透过了一些的学习 可以让我们自己有智慧的提升 可以让我们自己事情做得更好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 也可以来帮助别人 像是我们自己在职场当中 常常都要一起合作 或者是很多的生活当中 也要跟别人一起来共事 可能自己虽然是有信心的人 但是别人没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做 这样子一个project 我们可以成功吗 这个门槛太高了吧 但是自己就很有信心去做 但是又推不动别人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予别人 我们自己的信心呢 导师 的确如此 我想大家一起共事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提供给别人信心 我们在这个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的能力比别人多一些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引导着同伴 能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的做对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是等待者 不是被动者 我们是主动积极的一个leader project leader 让整件事情 大家也就在我们的这种一种氛围 一种程度 一种引领下 大家好像做起来都顺手 渐渐的都有信心了 我想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种大家都赢的情况下 能够更好的成绩表现出来 那是不是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程度 我想这也就是平常自己在专业上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自我教育上 都能够未雨绸缪的先学会 先study更多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些主题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你会在任何时间点 在你的同伴互动中 人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你有过人之处 为什么你什么都会 那我想这些东西也不是平民百无故自己就会了 也是自己在任何时间上 一个人生的定位 可能也愿意随时都学习 随时都吸收消化各种可能性的东西 所以用在生活上 不管在任何时间点 什么样的主题 派上用场的时候 这就好像我们读书 读得够 要用到的时候 你就能够调动几句出来讲讲 那这些生活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新观念的学习 各方面的一种成长 还是自我的教育下 自己能够随时随地的 给自己各种可能的机会 时间 来看到自己在 不管任何主题上 都有一种进步的可能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 对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 要如何可以透过了很多的方式来感染其他人 这其实也是需要透过了练习 要如何把自己的信心 转化成这样的一个信念 再跟其他人 不管是在分工或者是交流的时候 也产生了这样子一个信任感 让别人觉得说 哇好像你说的对哦 我可能也可以试试哦 就把我们这样子一个团队 或者是我们这样整体气氛带起来 好像我们的社会或者是我们的国家 就可以更加的和谐 但是要如何这样子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信心信任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简单 需要我们多花一点点的时间和多花一点点的心思来达成 从这样讲的 我就想到 我现在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把自己家前门口树叶扫干干净净 但是你的邻居旁边都是树叶垃圾 风一吹也会吹到你们家门口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社区打扫干干净净的话 就不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那你刚刚讲说 如果人与人之间 如果在做一个同一个project 或者是同一样使命任务 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有些人 他要标显自己的厉害或者是程度的时候 他总是踩着别人上去 然后跟别人讲说 哇 这里面有多难啊 你们都不会 不可能会的 然后让这个同一个小组的人 可能就本来已经够怕了 可能一听完之后 就觉得真的无地自容 所以本来应该可以 大家做的都很胜任的 可能后面 因为这个成员 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可能兵败如山倒的 就都是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但是你们在同一个团队上面 这个成员不及格 又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成长的成绩 所以弄到最后 因为自己的这个标榜自己 导致成员里面的各种可能性产生的不足 隐约的影响到自己 那还是因为自己原先的定位点不对 把同伴吓到了 吓跑了 所以弄到最后自己也害了自己 那如果这个小的一个case 它的结论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制造双赢多赢 大家都赢的情况下 所以大家在一个平面上 在做可能的project上 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的一个可能性的善意的提醒 扶持 以及就算你的主员忘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你温馨的帮他做上了 或者是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捷径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翻身之道 他完成了他的部分 又跟你的这个部分 嫁接的天衣无缝 这种殊荣大家一起建立起来 能够同心协力就不容易 那跟这个主员里面 谁可以因为自己的常才 让更多人能够聚集在一起 其实这也是看每一个人的心态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好的心态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情况下 我想我们的社会才比较容易进步 那如果每个人都是 算计别人 妒忌别人 或者是要保护自己 去踩着别人上去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乱象就会产生 而我现在在讲 我们每天眼睛一睁开 吃早点中餐晚餐 你用你这个石油 用的这个瓦斯 哪样东西不是从天然 产生给我们来用的 而天不言地不语 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可以感恩之下 用完了之后 我们的成长 因为感恩 我们希望更多人 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成长更多的 这种善性循环 你和我 我和他 大家一起来的时候 这个社会 世界 种种的 各种case才会美 否则呢 如果大家都在敌对的情况下 大家都在 为了要保全自己 而让对方受了损失 或者怎么样有不白之约呢 那就是灾难的开始 或者是各种不平的 这种 一种 氛围 其实点 这对我们自己 对于别人 都不是好事的 己所不欲 物食于人 如果我们弄清楚 这个天地 宇宙之间 爱我们的程度 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天地与宇宙之间 它可以给我们东西 实在太多太多了 而不是要在猜忌中 在这个压着别人 自己上去的情况下 来成就自己 反而呢 因为我们有更超越 更洒脱 更宽阔的胸怀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世界给了我们 回馈会更加的多 更加的丰厚 更加的不可思议 我想这是需要听众朋友们 自己来做实验的 嗯 没错 就像我们的信念 如果建立的是好的 是正面的 是善的一个循环 让我们这样子 一个心态建立了 那我们觉得 哇 天地之间 给我们的都是礼物 不是磨难哦 那到底要如何去建立 这样子一个观念呢 其实也邀请大家 来一起透过了超码 来试试看 因为像是呢 导师也常常说嘛 其实我们的系统 就是一个科学实验的过程 而且也有很多的学员 读者就分享说 其实刚开始 会来认识 加入到了超码的系统 也是从一个实验开始的 就觉得说哇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我们真的可以透过了 不断的学习 智慧的提升 让我们自己和生活 可以更好吗 就透过了 每一次的实验当中 诶 都获得了天地的礼物 那礼物不断的加值 加成之下 哇 我们这样子一个 风雨深信心 原本呢 不好的事情 就慢慢变好之外 也让我们呢 也把这样子一个 好的循环呢 分享出去 所以呢 也邀请大家咯 透过这样子一个 不同的经验 来让我们自己做一个科学实证 让我们自己的信心 也可以往上加成 的确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在讲 就是说 这些东西呢 只有自己 给自己力量 给自己独处 给自己信心的推动 就怕自己呢 动不起来呢 然后 一直在想的太多 都没有实际的行动 越想越怕呢 就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进步 阻碍了自己的前行 所以呢 我经常在讲啊 动为阳 要动起来 动起来 在这个行径的过程中 随时的矫正 可能的偏差 随时的提醒自己 不管是顺过逆 都是今生的好因缘呢 给自己成就的好的一个滋养 能够看清楚 弄明白呢 能够抓住机会 把握时间 其实每个人都有 各种可能成功的 这个源源不绝的因素 因子 能够真的如此 那就是我们今生的财富 能够早一点摸到 这种有信心的味道 其实举一反三呢 很多事情 你就会发现 我们就是天地的心丛儿 随时随地 都可以在天地的爱中 成就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随时来试试看 我们的超越生命码 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 接通天地的爱 我想这对大家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财富 嗯 没错 如何让信心呢 变成我们成功的火种 让我们呢 可以点亮自己之外呢 也可以照亮他人 让我们的社会呢 往一个好的正面的方向 来循环啦 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呢 也更多的一个信念和信任 那让我们自己的信心呢 可以不断的往上加成 那其实呢 也透过了很多不同的经验 一起来做学习了 所以也邀请大家 如果想要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话 也欢迎大家 可以先上网搜寻 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有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手机APP 大家也可以同步的下载 里面会有好听的歌曲 最新的活动消息 课程的讯息等等的 那或者大家想要更加的 实际实体的参与活动的话 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 都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 会一起来分享导渡 太阳升的导师的著作 还有学员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 也邀请大家咯 可以透过了更多的方法 让我们呢 风雨生信心 在这种自己不确定的时刻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呢 更有信念 那当然呢 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手机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大家最适合 来参与的精英会时间地点了 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码系统 精英会 或者是我们想要购买书籍 有任何想要知道的讯息 都欢迎大家可以先把 这支电话抄写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做询问咯 我们的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学习成长 让我们在风雨当中能够生信心 让信心呢 变成我们迈向成功的火苗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再次的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感恩导师 谢谢梓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盛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那每一周的富足人生千百万单元的主题内容 都达不相同 有可能有些问题也是大家心中的疑惑 所以也欢迎大家咯 也可以来听听先前的福当你家 所有的节目内容 那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播出之外 也会上架在Podcast播客平台 也欢迎大家在各大的播客平台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完整的节目内容 包含了书记到读 读者学员们的分享 还有太阳升的导师 为大家每周不同主题当中的一些提点了 也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做成长了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最后 来听到这首好听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 并且演唱的点亮将相 在音乐之后呢也要先跟大家收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F204.1的频道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演说破世界吉祥 盘三千十方无彩阳 只要你我有心 就会不一样 值得细细思量 是成为江湖 豪荡三岗无常 圆满名阳 来圆满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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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名阳 迎着风一天天更坚强 夜太亮燃烧信仰点亮 圆满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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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雨后人伤 展开新鲜翅膀 白花也绽放 开卷大刀抗撞 变凉江湘做斗鸟 原作破世界迹象 喷三千十方无彩阳 只要你我有心 就会不一样 值得细细思量 是成为江湘 豪荡三岗无常 一鸣金宝 来陈日梦荣乡 迎着光一步步走四方 也为阳影头感伤 跟着太阳去藏 来月满梦荣乡 迎着风一天天更坚强 叶太阳燃烧信仰 天亮生命宝藏 一身身中相 一身身中相 一此此刻起航 锁中相 沥 emit away 音赞愿 看起航 清赫 魔末 这个 青春 天亮生 治 able 气消� curriculum 成为 установ 阳静 身身尖 性心尖 嘴 天亮江湘所冬凉 所冬凉 天亮江湘 江湘天亮 天亮江湘